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 贯彻碍于最真实的正义 可爱有名人的游戏解说 大家好,我是大贤鱼 这么感觉好尴尬 欢迎收看神奇宝贝系列第五季 那么今天,今天的话是我一个人 他们的话都是没有空 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嘛去了 你们自行想想吧 那咱们上期的话 上期咱们干了些什么 在上期视频有小伙伴留言跟我说 他说所有的玉山家的神奇宝贝都行 包括帝王拿布 大剑鬼 以及青藤蛇 以及大菊花 都可以用南瓜灯 来开启他们的万圣节的彩蛋 那咱们这期的话就去试一下吧 OK,大菊花的话 在咱们这片草原的话应该是会刷的 只要心里面不想着他们 就能遇到的 诶,这怎么莫名其妙多一个电源 雷之石啊 把技能卖一下 在上期的话 那个雅宁是开到了那个 第一个大石球啊 现在就在我身上 他们怕那个回档 所以把这个大石球暂时的存在我这里 大剑鬼的话需要在那个海边 那个青藤蛇的话是在那个森林 然后帝王拿布 诶,咱们先去那个雪域吧 雪域我看一下我又没做标记 好像是没有的 但是雪域的话在我们家上面 这个方向一大片的雪域啊 来吧 咱们先来到这边那个 看一下啊 周围的话需要稍等一下才会开始刷神奇宝贝 走吧 这什么声音啊 我这个是那个什么 双合一词怪 咱们先在这个 现在这个雪域换一换一 那边那个黄色的什么东西啊 那个位置啊 哦,那个是绵绵 哇,这里有个峡谷哦 我怎么,我怎么有一种 遇不到他的那个感觉啊 这就尴尬了啊 前面有个妹咋 这应该是个妹咋 妹咋,妹咋 妹咋 我是个技能学习师 但是 跟他学技能的话是需要那个费用的 哦对哦 在上期视频有小伙伴留言跟我说啊 他说那个喷火龙的话 没必要给他学那个破坏死光 因为破坏死光的话 你 释放技能以后下个回合是不能动的 所以说 啊,他叫我学那个什么龙爪 龙爪是那个喷火龙的那个什么 招牌技能之一啊 那好吧,看看咱们这期能不能遇到那个光头吧 遇到光头咱们再学吧 那我遇到一只小的帝王 那个拿破坏死也行啊 这是技能训练师 好吧,这边咱们先做一个标记吧 先做一个标记 雪玉 OK,咱们去那个森林 森林的话应该在旁边是有的 这边是沙漠 那里是金荷花 这里啊 哎呦 抱歉啊 咳咳 咳咳 这片森林应该是没有那个树屋啦 树屋的话可能被 被雅林全 全都给那个了 全都给开掉了 咳咳nov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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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ou 摸 Mike 还有一个标记chen冰托 scoop Know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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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俩嗯 那个刷怪龙里面 神奇宝贝的刷怪龙里面都试过了 是没有增加进来的 你们还要去墨地吗 更 更离谱的是 有些人留言跟我说 他说那个 其实那个墨影龙已经变成神奇宝贝了 叫我去墨地看一下 我就 我怎么就 这么不相信呢 但是我还是想去看一下 打这个永吉拉的话 它是会爆那个墨影珍珠的 咱们需要收集大概 最少12颗 大菊花大剑鬼 闻想蝌蚪 为什么雷丘不能够那个 用这个彩蛋 不对 皮卡丘 皮卡丘 说皮卡丘 皮卡丘就来了 加农光炮 麻痹了 火箭投水 我这个电机电多 银石啊 把银石丢掉 二十三 二十七级的那个 哎哎 这小伙子飞走了 口袋花 四十四级啊 你是想 要挑战我吗 飞水手里剑 哎呦 居然没有秒掉你 也可以的小伙子 黑物 虫了 两颗种子 皮卡丘 有只喷火龙 喷火龙的话 我就不打了吧 咱们再 咱们继续在这片森林 晃游一下 我这里有挺多南瓜的 我身上已经有两个南瓜了 我南瓜 南瓜咱们需要 多收集一点 有没有斧头 没斧头用手炉吧 我这么多南瓜 OK 凯西凯西凯西 别跑凯西 哎呦 没丢中 走 小伙子 你还想跑 小伙子 来 快到球里来 nice 我先把这个光影关一下吧 因为到了晚上 我对哦 这里我跟向小伙伴们解释一下 说声抱歉啊 因为昨天的话 昨天我家网络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昨天晚上是没直播 然后没跟你们说说明原因 这这点我真的怎么说呢 非常抱歉啊 按道理来说那个八大胡 八大胡会不会是那个玉三家 哎呦 玉三家的 八大胡再给他进化是叫什么来着 十三级等级 八大跌 等级有点低哦 高几球 等级的 等级ou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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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啊 呵你个小瓢虫你 找死啊 走吧咱们继续那个晃悠一下吧 晚上的话他是刷 他是刷那个什么大甲 然后我看一下 对哦不知道晚上雪域那边会刷什么 呃大海啊 海上平台看一下 好像 谁抓到了那个大剑鬼 小强还是谁啊 应该在这边会刷那个双人丸 对这个海上平台这边 稍微等一会儿 这有个交换交换者 什么换什么 魔强人偶换凯西 我一下就刷了一大堆 怎么全是全是这些那个什么呆河马啊小龙虾啊以及什么这个珍珠被 给的什么鬼东西哦 有闪光的吗里面 没有没有 这个好小的水晶鬼啊 这个好小的水晶鬼啊 你你小伙子小伙子你 呃好吧你大你赢了 稍微等一会儿吧 咱们把这些神奇宝贝清理一下 小龙虾是吧来 碰我了 喝这三连机可以的 噴射光线 噴射火焰 我这么多东西啊 那你猶得了 什么 哦 你猶得了 我猶得了 我猶得 我的天一 你猶得了 惹疯了 漂亮 怎么全是那个给鱼哥那个汽水的汽水的话好像 好像可以跟 给那个神奇宝贝增加战斗的时候增加那个什么HP吧 就 50级的 底子 破坏关线 吐露个屁啊吐露吐露吐露 这声音简直给我洗脑啊你之前 我不是我不就说你问你是不是那个什么猴子醒来的逗逼结果 结果你就追着我打现在现在来来来再再来欺负啊小伙子 可恶 坚持攻击啊 躲避了攻击啊可以的 破坏关线 又躲避 低增 来干净了 破坏关线 铁币啊铁币的话 不要 坚持攻击 我好多鱼啊 哎哎哎快龙快龙快龙 我 我 我 64级的 64级应该应该不能把它秒了吧 咬睡 我皮好厚 哎可以抓了可以抓了 等着就 我这个版本的快龙跟之前的版本真的 好大的区别啊 好大的区别啊 nice 哎刚好这里有个光头 把把那个喷火龙喷火龙的那个技能换一下 我看一下龙爪是吧龙爪 ok 把这个破坏光线替换掉 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其他的技能 龙爪怒的话固定伤害只是那个 40的话就不学了吧 这翅膀攻击 其他的技能应该没什么关系了吧 人种啊 神通力触及一击 烟幕 舌铁 舌铁这个技能我喜欢 来翻阶了 冰冻牙火焰牙 然后逐步击破 大闹一番二支波动以牙还牙 哎哟 跑哪去了 路卡利欧的技能应该 放出治愈波动从而回复对手最大HP的一半 我这个技能可以啊 我看一下龙之波动晋升战 龙之波动 治愈技能算了吧算了吧不要了 我这刷了这么多呆喝嘛 忍者神龟呢 铁碧水枪 最后一个 指下仙泽 飞夜快刀 舍身冲撞 烦恼种子 使对方不能入眠 光合作用回复自己HP 落音缤纷 藤鞭 来吧 咱们继续那个 没有刷咱们想要的 只是抓 只是抓到了一只那个快龙 不过也 不过也还不错了 再把这边神曲宝贝清理一下 应该会刷那个咱们想要的神曲宝贝了吧 我这只呆个码好大哟 我怎么感觉我要被他们洗脑啊 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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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了你个头啊吐了 地震 诶诶诺基亚 诺基亚 我就说嘛 完了我身上神奇宝贝的那个 没丢中 哎呀 我是个之杖啊 完了完了完了 飞哪去了啊 往那边飞的 我看一下我身上没有那个神奇宝贝 诶我这边 直接开创造了 丢 哎哟 换一只哦 来人走啊 哎呀 还丢不着 OK 我再把那个模式 换回来 呃 就打了我一下了吗 这么疼啊 飞水手里剑 等等 什么鬼 就消失了 哦 他应该是用了一个那个什么 逃跑的技能 你还想逃跑啊 继续飞水手里剑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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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打了这么多血 我看一下 来帮吉拉扛走 高级球 看一下用了多少球 待会我再那个丢掉吧 哎哟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我第一个球就 就 就能把他给抓住 啊 吃败了 你不要你不要反伤反反伤着自己啊 小伙子 来吧 继续丢球 快到球里来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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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等球 比他高三级应该是用等级球几率 可以抓到吧 崔飞失败 继续等级球 再来等球 诶 我说 你能不能乖乖的到球里来啊 好不容易遇到你啊 快成为我的第一只神兽吧 又崔飞 大师球的话不能用 大师球是那个哑铃的 我只是替他那个保管 呃 小的妈的 卡了吗 我刚刚应该是卡了 吓我一下 那这边我暂停一会吧 完蛋了 我身上神奇宝贝 只剩下三只了 我感觉再 再不把他给抓住 应该他要消失了 再试一次啊 再试一次啊 实在不行的话 要不我就借那个 亚尼的那个大师球了吧 再试一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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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暂时先借用那个 亚尼的大师球 等大师球的话 我再 还给亚尼一颗 还给亚尼一个 你还想跑 哦 好艰难啊 刚刚我在抓那个 呃 我看一下 用了大概是 高级球的话 大概是五十个 五十个我再 再丢一点 OK 这三个等级球也用掉了 还有这个竞赛球 这高级球丢掉 刚刚我在抓那个 诺基亚的时候 好像在这里 看到一只那个 闪光的神奇宝贝 诶 消失了吗 好吧 咱们先 我看我把这 模式改回来 回去一趟 看一下诺基亚 诺基亚好像有一个那个 能够强行 把神奇宝贝吹走的技能 好像就叫那个吹走吧 再看一下这个快龙 快龙的话 诺 诺 相比之前的版本 他的那个体型啊 更更加的那个圆绒化了 更加像龙了 虽然说他 这样看着他好 好萌好可爱 诺 对不对 然后诺基亚看 看一下他们的技能吧 技能看一下 技能的话统计 我怪不得他特攻这么高的 性格 性格是马虎 体型的话是普通 技能 有一个惩罚 气旋攻击 神通力 吹飞 然后再看一下快龙的快龙的技能 水流尾 龙卷风 雨溪 火焰拳 哇 他居然能学这个火焰拳啊 好吧 总的来说 还是把这诺基亚给抓住了 虽然说是用了 借用了那个雅宁的大使球 但是 我会还给他的 你们不必担心 好的 那咱们这期的视频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我先把这观影看一下 可喜可可可可乐 等待 哦不对 等在那个线下的时候 我会跟雅宁说一下 哈利 那小伙伴们 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喜欢木的视频 一定要订阅订阅 订阅点赞 留言粉粉也是对木鱼最大的支持 哈喽嘛 亲爱的小伙伴们 咱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